一個聖人做作善師、好師 我們說這是一個玻璃人神 有一個善人他很喜歡做這個善事 我們可以講得上他是一個般若的人生 將來有一個慈悲性、有一個道德性 都是凡事都從何處去想 我們說這個人的性是玻璃性 如果一個人他是很有慈悲心 他是很有道德 這樣我們可以說這個人有一個般若心 我們有時候說這個玻璃是一個生物 就好像我們的母親,玻璃老母 那麼我們看看究竟玻璃是甚麼呢 玻璃可以說是玻璃母親 有人問釋迦牟尼夫她的母親是誰 有人問釋迦牟尼佛她的母親究竟是哪一位呢 回答說釋迦牟尼佛的母親是摩耶夫人 這一句話不是很正確 我們給個答案如果說釋迦牟尼佛她的母親是摩耶夫人的話呢 這個答案不可以算得上是最正確 摩耶夫人是釋迦牟尼佛太子的母親 但是釋迦牟尼佛 什麼把她這個佛能生出來呢 那是玻璃 她是釋迦牟尼佛才稱呼的 所以應該玻璃是父母呢 摩耶夫人是釋迦多太子的母親 是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前做太子的時候的母親 由於所有一切諸佛都是由般若所生的 這樣當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呢 我們可以說釋迦牟尼佛的母親就是般若了 除了這個玻璃與人有關係之外呢 假如說我們放廣明了 有一個燈 我們說這是玻璃的燈 般若除了和人有關係之外呢 和我們很多的萬事萬物呢 都有關係 譬如說我們有一個燈 這個燈呢 好光 那我們可以說這個是般若的光明 玻璃燈呢 這個燈就是般若燈了 這一支筆很好寫字啊 這是玻璃的筆啊 一支筆 寫字寫得好好的 可以形容為是般若筆 字寫得很好 這是玻璃字啊 寫得好靚的字呢 就是玻璃字了 這是玻璃的橋樑啊 一條橋可以叫做玻璃橋 洞很美 是玻璃洞啊 一個好靚的山洞 我們可以叫做玻璃洞 起一個這個講堂來傳教 是玻璃講堂啊 我們開一個道場 一個講堂來到去講道的話 這個講堂可以叫做玻璃講堂 這是玻璃的寺院啊 玻璃的寺院 這是玻璃的道場啊 玻璃的道場 這是玻璃的寺院啊 這是玻璃的寺院啊 你們各位大家 從一個倦書主著寺寺寺寺 能不能把它提成為玻璃寺寺呢 也都可以講是玻璃的家庭 我們一個人的家庭 我們有沒有辦法 將它提升 成為一個玻璃家呢 玻璃有時候成為一種秀文 成為玻璃秀啊 般若如果是从这个学问的角度来看 就是般若学 我们发一个心愿 可以成为般若愿 我们如果心里面发一个愿 它可以是叫做般若愿 是般若的道德 般若的道德 般若的智慧 般若的智慧 像我们今天在座大家相聚一次 也可以说都是不理的聚会 今天我们大家仔细一堂 也可以说是一个般若的聚会 假如一个人神提升他的经济 慢慢地超越能见的思索 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呢 有不理 你吃饭 饭的味道不一样 你工作的意义不一样 所以平常一样闯情欲 车有迷惑并不同 我们一个人 怎样来到超越我们的生命呢 如果我们在平时的生活里面 吃饭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这个般若的吃饭 我们在我们的工作里面 可以是有这个般若的生活 般若的工作 我们平时看这个世间的万事万象 只能从这个表面上去认识 或者从这个比较平一边的认识 不能对这个思思恶恶 这个全部地了解 我们平时看这个世界 了解这个世界的事物 只可以从某一个角度来到去了解 或者是了解一部分 或者是偏于一边 我们都没办法来圆圆全全 这样去了解所有事物的真相 我们看到一个人说 我只能自灭不自行 看不到你的心 我们看到一个人 我们会说 哎呀真是知人口面不知心了 因为我们看不到人家的心 我们看到一棵树 一朵花 是花很美 朵很好看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一棵树花 它是要经过种子 阳光水分土浪水料 之万元首尘 我们看到一棵树 一朵花 我们都会知道 这棵树这朵花 很美 但是呢 我们不知道 它的背后 原来是有经过多少的 由种子发芽 一直到长大 其中很多很多的过程 很多很多的因缘在里面 我们都看不到